小强,我给你最后一天时间,赶紧让你妈把欠我的三十六万还回来,不然我就起诉她了 老婆,你先别着急,三十六万又不是小钱,我妈肯定需要准备的 需要准备到什么时候啊?从我妈住院检查到现在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医生说不能再拖了,我能不着急吗?当初借钱的时候说半年后就会还 如今都过去三年了,都没有还,要不是我妈做手术,我也不会催她还 可我这都催一个多月了,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见到 今天是我下的最后通别,不给钱我就起诉你妈 老婆,那是我妈,可千万不能起诉啊,我现在就回家跟我妈说 妈,你欠我老婆小林的钱什么时候怀啊?我丈母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 好几个月前就跟你说了的,你怎么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凑出来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个钱我就没有准备,还让你丈母娘挺一下 谁生病了不难受,挺挺不就过去了吗?做什么手术啊? 妈,那手术是必须要做的,不然我丈母娘随时会没命 这可开不了玩笑的 那我这一分钱都没有,我当时说老家种地需要钱,那都是骗她的 实际上那钱给你弟弟买房子了 你说什么,你没搞错吧?现在可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当时你哭着求着让小林给你借钱,小林实在可怜你,才给你借的 你的意思那全是你在演戏时吗? 不然呢,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弟弟结婚需要房子,我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只有从你老婆娘家借了,现在借来的钱都买房子用了,没有钱给他母亲做手术 儿子你就别管他家的事了,他妈做不做手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只是外人而已,跟我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 哥,妈说的没错,不要去管他们家的闲事了,那三十六万都给我买房子了,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还有好多事需要忙呢,你也已经看望过病人了,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你们在说什么呀,那可是小林的母亲,她这次要是不做手术,很有可能人就没了 你和妈怎么样也凑点钱出来啊?既然你把钱给我弟买房子了,那就让我弟拿钱出来吧 我丈母粮要做两个手术,第一个手术只用凑出来十六万就行了 大哥,我一分钱都不会凑的,我一个月工资就几千块钱,自己都不够花你 哪有那么多闲钱给他妈做手术啊 你还好意思说,没有钱就拿你房子去抵押,人命关天的事,你怎么这么冷漠啊 儿子,你是不是脑袋给门缝夹到了,他母亲是心脏上的手术 哪怕手术成功了以后都需要人照顾,是你去照顾还是小林照顾啊 他母亲如今就是个累赘,拖累得我们一家人都生活不好 他妈都那么大岁数了,花那么多钱做手术干什么呀 这个钱我是绝对不会拿的 三人不知道的是,小林就在门外把所有的事都听到了 看到这里的姐妹们,我有预感,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 你今天就要发财了,留下一句八方来财 你这一年必定财运连连,福气满满 婆婆,你的心简直比锅底都要黑,我妈是怎么惹着你了 你天天亲家长亲家短的,到了我妈要做手术的关键时刻 你却见死不救,你怎么能做得这么过分 你妈那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好救的 尤其是手术费那么多钱 你妈要是稍微懂点事,就应该放弃治疗 把钱留给年轻人花才对,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呀 难道你不知道吗 那三十六万本来就是我母亲的钱 我母亲用自己的钱做手术都不行了吗 话说这是什么道理呀 你说什么,你母亲的钱,你妈就你一个女儿 她去世以后,她的钱不都是你的吗 你又嫁给我儿子了,你的钱也就是我儿子的钱 这个钱留在这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 为什么要扔在手术台上呢 没想到你居然一点道理都不讲 这三十六万你是不是不打算还了 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了是吗 那是我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给你 再说了,你要有办法,你不是早就用了吗 反正我就是不打算还了,你拿钱给你妈做手术 那真是把这三十六万给浪费了 别说我没钱,就算我有钱我也不会还的 行,这可是你说的,可恶的老太婆 你等着,我会找律师起诉你的 哟哟哟,我好害怕呀 你随便去起诉吧 我就说是我儿子借给我的钱,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到时候这件事就是不了了之 小玲没有再理会婆婆,转身就走 几天后,婆婆和小叔子同时收到了起诉通知 你这个恶儿媳,竟然真的敢起诉我 还把你小叔子一起起诉了 你赶紧撤诉,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饶不了谁,你还有脸说我是我儿媳 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在我面前哭了几天几夜 我心软回娘家给你借钱 谁知道这都是你的套路 幸好当初借钱的凭据都在 如今你不还钱就等着吃官司吧 那你起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起诉你小叔子呢 你小叔子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吗 要是因为这事把他婚事搅黄了 我可饶不了你 我起诉你干什么,你不是说了吗 你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那副假牙了 但小叔子不一样,小叔子有一套房子 而且你最关心的就是小叔子 那我自然也要把小叔子也拉下水 有你这么当嫂子的吗 你要是耽误了你小叔子的婚事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罪人 你做事能不能考虑后果 幼稚的和孩子一样 你以为这是国家吗 嫂子,我妈日日夜夜盼着我结婚 盼着抱孙子 你能体会一个老人的心吗 我的婚事又真被你搅和黄了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罪人 以后在我们家的日子别想好过 到时我们全家人都不会放过 你的 呵呵,我还在乎是不是罪人吗 就算我是全家的罪人又怎么样 现在不是你们饶不了我 如果我母亲有个好歹 是我饶不了你们 你可以先不用考虑结婚的事了 因为我起诉让你们还钱 但是你们又没有钱 那我只能起诉要回房子 或者是把房子卖了 给我还钱 你说什么 你真是个豺狼 我告诉你 这绝对不可能 你要是把房子要回去了 她的婚事也就黄了 女方同意结婚 就是因为她有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绝对不能动 你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 你以为你是皇太后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她的房子是由我母亲的养老钱买的 现在我收回她的房子 合情合理 你不就是想要钱给你妈做手术吗 我同意给你还钱 只要你不动我儿子的房子 我想办法给你筹钱 你现在就撤诉吧 你哪来的钱 多久可以准备好这些钱 撤诉先不着急 你把钱给我 我自然会撤诉的 我已经老了 就算去打工都没人要 你小叔子一个月工资三千五百块钱 我让他一个月给你还一千块钱 你看可以吗 什么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瓜了 我妈在医院等着手术 等你把钱还完 都猴年满月了 我妈早就不在了 再说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 等我一撤诉 你就不让小叔子还钱了 我也懒得和你再说了 你就等着小叔子房子被拍卖吧 不行 你不能卖我小儿子的房子 我就在我小儿子的房子里 我看谁敢卖他的房子 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随你便吧 不过我可道歉你 你这种没什么用 要是有用的话 那拍卖行早就倒闭了 不过你也可以试试 你看有没有人惯着你 嫂子 你可千万不要卖我的房子 我求求你了 我房子要是没了 我女朋友就不和我结婚了 她会和我分手的 我再找对象结婚 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我都已经光婚那么久了 你可不能这么狠心啊 你给我闭嘴吧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母亲的死活都和你没关系 你结不结婚 又关我什么事呢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何况你还是我的亲嫂子 你母亲的手术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人是活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相信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你说这话我就笑了 但你结婚 再想想其他办法不就行了 为什么一定要房子呢 我也懒得再和你废话了 一周后 小叔子房子被拍卖 小玲拿回了母亲的钱 母亲顺利完成手术 就在这时 婆婆却突然晕倒住院了 小玲 我是心脏血管堵塞 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你那里还有钱 你快拿出来救救我吧 婆婆 你都那么大岁数了 为什么还要花钱做手术 挺一挺就过去了 千万不要做手术 稍微懂点是可以吗 把钱留给年轻人花 这是你的原话 现在我还给你 不行 我想要活着 我还要看你小叔子结婚 我还要抱大孙子呢 儿媳 求你救救我 手术费要二十万 现在只有你能拿出来钱了 做梦去吧 我这里有二十万 但就是一分也不会给你的 当初你拿着我母亲救命的钱 给你小儿子买房 欠钱不还 你还觉得是光荣的事 我没见过你这样没脸没皮的人 如今你重病了 都是罪有应得 我不落井下石都不错了 怎么可能拿钱出来给你治病呢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根本没有不给你母亲治病 只是当初我也在筹钱 你母亲病了 我也很着急的 你以为我都没有听到吗 当初你和你两个儿子 在医院走廊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后面躲着 你们的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怎么还有脸要我帮你 你这个女人怎么能偷听我们说话 你也太不道德了 现在你不是已经拿到钱了吗 我小儿子的房子也被你拍卖了 他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 他们的婚事就这样黄了 我们家已经这么惨了 你开心了 你现在还要怎么样呀 我没有要怎么样 你们家惨和我有什么关系 小叔子有今天的下场也是因为你 谁让你借钱不还的 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而已 嫂子 我被你害得这么惨就算了 如今我妈生病了 你可不能这么狠心啊 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现在还有脸说人命关天了 我妈当初做手术的时候 不是和你毫无关系吗 你还让你哥也不要管我们家的事 既然我家的事和你们毫无关系 现在你们的病和我也毫无关系 我为什么要拿钱呢 我现在过来看望 也就跟看陌生人一样 嫂子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 你来这里是看我妈笑话的吗 我没有这种癖好 是你哥非让我过来的 不然我连来都不来 现在看望过你妈了 我的义务就尽到了 我也带走了 你不能走 你就救我 你是我儿媳 你就必须救我 我想要活着 我还没有看我小儿子结婚 我还没有抱上孙子 我的遗憾太多了 我可不能就这样离开啊 你快拿钱给我做手术啊 婆婆 你年龄都那么大了 还做什么手术啊 花那么多钱 不是拖累年轻人吗 挺一挺就过去了 你稍微懂点是可以吗 这是你的原话 现在我送给你 我是老糊涂了 才会说那些话 俗话说家 有一宝如有一老 小玲你救救我吧 妈真的知道 错了 你还是宝呢 你是祸害还差不多 把你留下来 只会把这些家都拆散 你也不用给我道歉 我不会原谅你的 要是所有错都能原谅 还要警察干什么呀 儿子你快帮我说说话呀 当初我和你弟弟对小玲不好 但是你一直在维护小玲 你说话他肯定听了 你快让小玲帮帮我吧 妈真的很害怕 老婆 虽然我妈之前的事做得不对 但我还是希望你救救我妈 当初你也听到了 我从头至尾一直都在帮你 现在我希望你也帮帮我 这么多手术费 我妈和我弟真的拿不出来的 小强 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帮我了 你除了对你妈和你弟说话严厉一点以外 有过真正的行动吗 你那样的帮助有什么用 帮我妈解决问题了吗 我妈在病床上疼了一个多月 你有管过吗 不是自己的妈 真是不知道心疼 当初我要起诉你妈 你还一直拦着我 我要是听你的 我妈现在人都没了 现在你还好意思找我要钱 谁给你的脸啊 小玲啊 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啊 在这个家里 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 今天你有钱 却不拿出来给我妈做手术 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你啊 我们家人再不好 我也没有惹你 你没有必要和我翻脸不认人吗 小强 你能不能搞清楚点 是我翻脸不认人吗 你知道当初我有多绝望吗 我妈在病床上疼得来回翻滚 整日整夜的睡不着觉 我作为女儿心疼得不行 却又无可奈何 本来我妈是有钱做手术的 她的钱却让我拿给你妈了 你知道我有多自责和愧疚吗 当初要不是你妈哭着问我借钱 你也给我出耳边风 我是绝对不会把钱借给你母亲 你妈说的是重地需要 结果转手就把钱给你递买房子 而后她就明说了 她根本就没有打算还钱 从一开始她就打算从我这空手套白狼 请问她把我当一家人了吗 不但没有把我当一家人 反而连陌生人都不如 我妈在病床上受罪的时候 你母亲为自己小儿子结婚沾沾自喜 她觉得小叔子能结婚都是她的功劳 她觉得从我母亲这套来钱 她无比自豪 我母亲疼得流泪的时候 她盼着我妈赶紧去世 陌生人都没有这么坏吧 这简直是对待仇人才会这样 你问问你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她对我做的这些事 你还指望我拿钱给她做手术 小强 你是把我当傻子了是吗 小林 就算我母亲再不好 她也是我的母亲啊 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家在中间也很为难 我总不能看着我母亲就这样没了吧 她生我 抚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啊 我母亲也差点没有了 那时候你在哪呢 虽然我母亲现在手术成功 但她在手术前吃了一个多月的苦 整个人都憔悴了 我当时心如刀脚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都不能原谅自己 没有经历过绝望的人 是不会明白我现在的感受 等你经历过绝望 你就会明白我的心为什么这么冷了 我的好儿媳妇啊 妈真的知道错了 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 我才知道我做的事有多坏 我现在诚恳地给你认错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只要你肯救我 以后这家里我都听你的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让我两个儿子 一辈子都会感谢你的 老太婆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鬼话吗 你现在就是鳄鱼的眼泪 你到底有多话我是清清楚楚 根本不用在我面前演戏了 根本就没有用 小鸣 我给我听好了 你要真不给我妈拿钱做手术 我们也别过下去了 我会觉得我妈去世都是因为你 你真的要为了几十万 让我们的感情破碎 让我们的家庭破碎吗 呵呵 你还真是会怪 你要觉得你妈去世是因为我 那就是因为我吧 我的态度很坚决 哪怕离婚我也不会拿钱的 就这样吧 我们好聚好散 说完 小鸣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婆婆因为没钱做手术 只能出院 被病痛折磨了半年 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